远东百货花莲店善尽企业回馈精神 多年来持续关怀在地的弱势 今年中秋节前夕 再由店长黄永芳 送了60盒知名品牌的礼盒 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也可以感受到过节气氛 市长魏佳燕颁发感谢壮 特别感谢企业关怀弱势的用心 60盒知名品牌的中秋礼盒 送到花莲市食物银行 这是远东百货花莲店 持续多年的爱心捐赠 我们的中秋礼盒 在三大百货系统里面 应该是最齐全的 因为我们几乎收集 从北到南 各个五星级饭店的 所有的中秋礼盒 我们都把它囊刮进来了 那一方面呢 还有其他各地知名的中秋礼盒 也放在我们的名单里面 所以我们总共有一千多种的中秋礼盒 分门别类的 都分配到全省的远东百货 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呢 我们把资责给食物银行总共六十份 希望借着花莲市的食物银行 能够把我们这些知名的中秋礼盒 能够让需要的人 能够拿到 尽我们的一份心力 市长威嘉燕亲自颁发感谢状 感谢企业关怀弱势的用心 今年也一样 非常感谢我们远东百货 其实远东百货在很多公所的一个活动 都非常的跟公所做一个配合 那还有我们三节 那其实远东百货都有给我们食物银行 这边非常多的一个三节的办手礼 那今年的一个中秋也到了 那也一样远东百货一样送了我们中秋的月饼 总共六十盒到我们食物银行 那也会在这段期间 有来领取的这个民众 都会进行做一个发放的一个动作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特别谢谢 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远东百货 那再次的谢谢他们 每一次有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会想到花莲市工所的食物银行 再次的谢谢远东百货 所有的全体的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 六十盒的礼盒包括了国内外的知名品牌 市工所立即上架食物银行 结合各界捐赠的爱心物资 希望可以让有急难需求的民众 也能够温暖过中秋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